杨靳健航母编队4月份在远海训练期间 美国空军先后两次从本土出动B1B战略轰炸机 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前往西泰训练 包括进行所谓的反舰战术演练 房老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合上头是试得明白的 我就是针对你啊 就在半个月之前 4月16号前后 美国空军常驻关岛的5架B52S战略轰炸机 刚刚宣布车走 半个月之后 你看见没有 走了5架B52H来了4架B1B 而且是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 这个B1B我们刚才说了 虽然隐身性能 它不如B2A幽灵那种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但是它数量够啊 它目前美国空军还保留60多架啊 它绝不仅仅是针对你路上进行空袭进行打击 它同时可以针对你海上的大型水面舰艇编队啊 B1B战略轰炸机 它的载弹量啊 内载加外挂 那是五六十吨弹 挂这个亚音速或者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那一挂就可以挂几十枚啊 我一架飞机出来 就可以对你那个舰艇编队进行饱和打击啊 甚至在你的防空导弹射程之外进行饱和打击啊 如果你没有航母的舰导机 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对我进行警戒和驱离的话 那我就是可以对你进行这种必杀之际的饱和打击 可以把你直接摁在地下 可以把你直接送入海底 具有这种能力啊 所以你看 它把这个飞机部署到这来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就是针对你来的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是横着头上 实在明摆着的问题了 魏老师 对于B-EB这样载弹量大威胁性高的对手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认为在美国空军三种战略轰炸机当中 B-EB枪击兵 它的作战潜能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首先呢 美国方面提出了两方面的改进的提议 一方面呢 是增大它的内置弹藏 可以挂装更多的精确制导弹药 而且后续改进型的B-EB枪击兵轰炸机 在它的机部的位置 包括机翼靠近机身的位置 可能还要增设大型的加固的这种挂架 可以挂装大型的空射的巡航脑弹 尤其是未来美国空军要装备的空射型的高超声速脑弹 而且在空海一体战的这个战略框架之下 B-EB枪击兵还会变成舰队杀手和航母杀手 由于B-EB枪击兵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而且还具备低空的突方能力 本身就是一个快速的平台 在挂装上高超声速的导弹 就是快上加快 那么它一定是针对军事强国 一定是针对强大对手 那么在亚太范围内 它频繁的飞行 或者说针对未来的一些战术 进行先期的测试 我相信相关地区的国家会保持警惕 确实美国空军希望利用轰炸机 尤其是类似于B-EB枪击兵的这种高速轰炸机 去执行反航母作战的任务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现代化的航母 它是一个体系化综合化的作战平台 在航母上有舰载预警机 或者说舰载预警直升机 在很远的地方 甚至是在百里之外 在千里之外 就可以对于这种大型的非隐身化的平台 进行跟踪和监控 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 像歼15飞杀也可以在极远的距离上 对它进行拦截和截杀 所以想利用B-EB枪击兵 去打军事强国的航母 美国空军可能是太小看对手了